王正邦报戏资料照分享一面奥运银孩两面亚运银孩 王正邦的射箭生涯从来不缺荣耀于掌声 退休两年后他辞掉稳定的工作再次重拾弓箭 他说我还缺少一个代表作希望能在2020东京奥运圆梦 今天奥运人协会成立汽车会 阿邦王正邦以会员身份出席 虽然他的身材比之前更圆润了些 但对射箭运动的热情非但不减还更胜当年 王正邦曾是台湾的射箭神童 2002年釜山亚运 年仅15岁的他就披上中华队战袍 一名惊人设下男团银牌 两年后他与陈诗元刘明皇联手出征雅典奥运 再次报回男团银牌 当年他才只有17岁 三届奥运 二届亚运 还有数不清的国际赛与奖牌 王正邦理应知足 他在2014年放弃人穿亚运选拔 放下弓箭 回到孕育他的家乡花莲 当起巡回专任教练 摊起之前工作 王正邦脸上满是骄傲 诉说者在他登枣下 花莲玉礼国中成立了第一届体育班 玉礼高中也成立了射箭队 他承认在当教练的过程中我的确很有成就感 也督促自己要以教练的角色做到最好 既然如此为何又辞去工作重拾弓箭 阿邦苦笑说在当教练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射箭的热忱还没结束 甚至后悔太早退休 历届 奥运 中华社舰代表队的夺牌重心一直都放在团体项目 阿邦回忆 我三届奥运在个人赛都是16强被刷掉 退休后我有个遗憾 就是始终没有代表做 所以为了自己 为了荣耀神 我要再拼一次 八个月前 阿邦下定决心要辞去稳定的专任教练回归箭坛 老婆只跟他说了一个字 好 这让阿邦超感动 他开玩笑说 辞去工作后 我们少了稳定的收入 只靠老婆辛苦养家 感觉起来我就像入坠一样 对于目前家里的经济状况 他尴尬的说 很不好 荒废了两年 阿邦把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一边练剑 一边也利用时间攻读博士班 目前他 每天练约300多支剑 量不算多 他叹说 体能真的有差 就算我每天都练 但身体目前还无法负荷太高强度的训练 现在我必须保持健康 不要受伤 才能逐渐找回过去的手感 如今王正邦在70公尺双举的成绩 已恢复到640分以上水准 也达到明年印尼亚运射箭国手选拔的初选标准 不过他说 这次的亚运选拔 我的失心不会放得太重 因为我的目标 是放在三年后的东京奥运 这次��는东京奥运射箭国手途的 宿航运射箭国手途的 宿航运射箭国手途的 宿航运射箭国手途的